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又問必答》的環節 這次嘉賓都是Jason 幫我們解答一下家庭觀眾股票問題 Jason 你好 我們先聽聽電話 電話旁邊有吳小姐 吳小姐 你好 吳小姐 剛才聽你想問 就是914安徽海落水泥 是呀 我們上一節說了 你可能等太久了 不要緊 Jason 剛才幫你分析了基本面 其實基本面來後都比較低迷 股價之前都升得比較多 彈上去的機會不是太高 不過也可以幫你看看你的買入價是多少 然後他告訴你怎樣部署 其實3元都有 嗯 明白 那20元左右都有 我想問可以在什麼位置購貨 因為最低的那樣沒有購 好啊 明白 好啊 那23元有貨 20元都有貨 吳小姐還想購貨 剛才Jason說前景行業不是太好 是不是都不建議他購貨 反而是應該減辭 是的 如果你說上面 已經是拿著這麼多貨在手 還有你買的價格又不是特別高 所以我覺得在現階段再混 就不是那麼值得了 始終你說看一間公司的前景是相當重要的 如果你說覺得水泥整個行業 去到今年都未必這麼快可以復甦的時候 這些位置再混 就只是會增加你的風險 還有你說就算股價升 都沒有問題 因為本身你手上的兩宿貨 一樣都可以有一個回報在手 所以變相 在這些位置 我就不是那麼建議你再去到買 反而股價來近真的有機會再彈高一點 就是說有機會上去到21元 到時候你應該找位去到減榜 你說這些位置再買 我就不是那麼建議 好 吳小姐 是否還有其他股票問題 222 可以在什麼位置入 我之前有貨 之前有貨 12、14、15那些都有 好 十二、十四、十五 都已經有了222這隻股份 我看到股價今天偏遠 11.12就跌了4 我們股市今天的表現都不是那麼好 我們現在的股份 現在的股份 也有很多貨 還好嗎 內地股市近期 就進入一個叫做整固的格局 但是那個叫做下跌的壓力 也不是說算太大 看回你說現在內地的證監那邊 都開始就說要在股市上面 就加上槓桿 譬如說之前都重新開啟 一些叫做轉融資的產品 和調低的利率 之後也都是見到很多內地的減商 就在那個批孖戰出街的時候 都是放鬆了 包括就是利率調低了 和共軍比例方面都叫做增加了 如果你說當接下來的兩融的規模 可以叫做增加回的時候 對於整個股市 都會有一個推動的作用 所以你看到那個222在放假之前 都由11.6左右就回了下來 其實算是一個健康和正常的調整 你說現在跌到大概11元邊 就是近著條20天線 應該會有個初步支持的 所以變相如果你說在上面 是拿了貨的時候 現階段可以先拿著 甚至如果你說 有機會再建一件11元這些位置 再考慮買多一點 我覺得這隻就反而是直博一點的 好啊明白 還有沒有其他股票想問的 有啊 我想問這個23100 你可以在什麼位置入貨 平保是嗎 平保是嗎 那你本身有沒有貨呢 沒有貨 好啊 沒有貨的 平保現在36.1 見到股價就偏遠的 其實平保也公佈它的業績 都算平穩 那Jason 如果沒有貨 建不建議去考慮吸納這隻 還是今天都見到有其他三隻 最新公佈了業績的內險 會不會考慮其他好些 你看看平保的業績 就真的相當之不錯的 還有出了業績之後 都見到不少的大行 都出報告就唱好 或者都是維持一個買入 跑贏大市那些評級 那主要原因都是因為見到本身 平保在那個保費收入 都有個強勁的增長之外 那在那個投資的收益上面 都算是比較穩健 就是至少就好過 就是國壽方面的投資的表現 另外也是 考慮到本身平保 也都有其他不同種類 不同範疇的業務 那變相在風險控制上面 是可以叫做是平穩一些 還有可以叫做轉嫁部分的風險 所以如果你說要投資保險股 那平保都是首選來的 那你未有貨的話 可以都趁它這一段時間做調整的 現在去到大概35.036元這些位 可以考慮去到買回一些 那今早你看到它的股價最低 跌到35.7 大概就是屬於條20天線那些支持位來的 那你說薄它這條線不要跌穿的 其實你現價這些位置買回一些 那我覺得都是可以考慮 嗯好啊明白 那謝謝吳小姐的茶商 我們聽聽另外一位家庭觀眾 電話旁邊就有邱小姐的 邱小姐你好 是兩位主持好 你好 你好 Hello想問哪一隻 是啊我想請問兩隻股票都沒有貨 我想是有短線的 那波夫店的行法呢 麻煩你 首先想問六伯伯 現在買下沒呢 還有第二隻就是金山軟件 3888 這兩隻都沒有貨 我現在想走短線 那波夫店的行法 麻煩你兩位 我先收線 麻煩你兩位 好啊我們先看看六伯伯 中海外 那見到我的股價是27.75元 今天跌幅是2% 主要因為內地一線城市 包括上海和深圳 最近都推出一些樓市調控的措施 所以他都受到這個影響 股價都不是那麼好 他想走一個比較短線的操作 Jason建議他在什麼價位去買入 和上網多少呢 是啊 現在面對內地都開始推一些新的措施 來限制一些一線城市的樓價的飆升 可能對於這些內房股來說 會有些的壓力 短線來說 你都見到中海外在上星期 都連跌了幾天下來 那你說去到今天繼續延續這個跌勢 那可能短線來說 他都會有些少少的壓力 那你可以留意下方 調五十天線的 大概是二三個二二三個三 那作為一個初步的支持位 那如果你說股價跌到這些位 你看到是能夠頂一頂住的 那你可以在這些位置 就買回一點點 就博去有個反彈 那你說這一陣的反彈 都不可以說太樂觀 因為始終它接下來上回去 大概二十五元 這些位置都會有個比較大的阻力 那變相如果你說現時買內房股 都可能要審慎少少 好啊 我們看另一隻股份 金山軟件 就見到公佈了業績之後 曾經股價回吐 不過呢 上個星期已經開始見到勢頭好翻 即是回升了不少 這隻股份現在去到18.1 升幅是百分之一的 建不建議這位家庭觀眾去吸納 還有做一個短視操作 上網有多少呢 是啊 就見到金山軟件之前 去出過業績 雖然這個順利 看過大數就好像跌了幾多 但是當中都是來自一些 叫做非核心的收入 又或者是來自一些 其他一些不關現金流的項目 就拖累那個的盈利 但是如果你看回本身的銷售額方面 其實按年的升幅 都有接近七成那麼多 那當中現在的爭取引擎 都是來自那個獵炮移動 就是一個瀏覽器 再加上旗下那些應用程式 本身的下載量都相當之大 而且都看回它的活躍人數 即活躍的融護人數方面 都不斷是有一個很高的增長 所以你說業績出到來都不算太差的 雖然上個禮拜曾經有一天 就叫高開了之後就跟著跌下去 但是其實之後來講 都保持一個平穩的走勢 還有不要忘記 在三月中那一段 是兩支大洋竹配合大成交就升了上來 所以你說短線做完整固之後 接下來都還是有機會可以沖多一層的 所以上面這支股份未有貨的 可以去到考慮買回來 18元就作為一個買入價 這些位置買了的 上面你就可以看回到大概19.5元這些位置 嗯 好啊 我們看到電郵方面 有位家庭觀眾 就想問可不可以高追騰訊 跟股哥見到 騰訊今天都有些回軟的跡象 現在偏遠跌著1.1到157.7 看到業績不錯 就問現在還可不可以再買騰訊 是的 業績之前都分析很多次 就說他在那個網絡廣告方面 都仍然維持一個相當之強的增長 再加上就說他一個就是 叫支付的業務 或者互聯網金融的業務 靠他那個就是微信的紅包 或者是微信支付那個平台 都吸納了相當多的用戶 所以變成你說騰訊在那個估值上面 我覺得雖然你說現在三十幾倍 但是畢竟他還可以維持一個高增長 照計的股價就不會說真的跌很多 當然你說業績之後 叫做升了上來 當時留下了上升裂口 現時裂口大概153至156元左右 但我都相信你說接下來 即使補回裂口的問題都不是說太大 甚至乎他不補裂口都有條件的 因為見到現在156元 這一條十天線都可以作為一個叫短線的支持 所以如果你說這隻股份是買了貨的 或者未有打算追的 可以想得過的 你保守一點的 你就等他補回裂口 去分153元才買 再不是的 如果你打算進取一些 你覺得是下不回來的 156元挨近一條十天線買 如果你說持有長線的時候 都應該不會太大 嗯 我明白 都是傑森你的分析 剛才說的股份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好 一會兒一會兒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慢點再見